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两岸防务评论 我是施孝伟 在前不久 也就是五月中的时候 美国、日本、法国跟澳大利亚 在东海联合举行了ARC-21 也就是ARC-21 这样一个海上军事演习 他们这次海上操演的 这样一个科目跟重点 其实这种所谓的离岛 利用两栖垂直快速登陆 这样一个方式进行夺取 法国由于他们这次 由西北风级的雷电号 来到了西太平洋地区 然后跟美国的跟日本的 两栖的作战部队进行协作 的确也因为这次法国来了 而且还派了两栖舰队 然后甚至还加入了地面战的 这个协同作战演训的这个部分 自然而然的台湾也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媒体 会把它导向就是一个把这个法国也拉来这个反中大联盟的这样一个观点来做一个分析 整体来讲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应该是法国属于它这个宣扬国威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以这个西方来讲 特别是北约这样一个国家 带了这么大一个两栖舰到这边来的确非常非常的少见 那西北风级的这个船呢 其实这次除了西北风之外 另外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专业这个两栖舰呢 是美国海军派出纽澳两栖的这个两栖船物运输舰 那另外日本海上智慧队也派了日向级的这个直升机护卫舰一世号来参演 一世日向它是否适合作为两栖作战呢 它其实是跟美军专业的或甚至我们讲到的这个法国西北风级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 为什么它主要功能是用来反潜 它是协助它的整个八八舰队 然后在海上执行反潜作战 所以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空间以及它所需要那个搭载的人员跟武器配备的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都是针对反潜设计为主 但它也有设计一些舱间 让这些进驻的这些人员可以利用这些舱间呢 然后来进行这个作战 所以它其实可以配备少量的这个陆上作战人员 大概也有一部分的驻舱 大概约两三百个驻舱可以挪给这些人使用 那这些人使用的时候呢 它可以利用包含海上自卫队或陆上自卫队的大型运输直升机 然后用来进行这个登陆 但是它跟我们后面讲到的西北风级以及纽奥两级来说的话 它完全没有船屋甲板这个东西 所以也就是伊士跟日向只能够提供直升机垂直快速登陆 那当然我们最近如果我们先从这个伊士号来谈的话 这一阵子由于这个日本将要获得这个F35B战机 所以让这个大家对初云跟加赫这两艘的这个直升机护卫舰有多所注目 它那个等级的这个直升机护卫舰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全通飞行甲板可以达到250公尺 也就是F35B战机它可以不需要依靠滑跳起飞就可以直接起飞了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觉得日向跟伊士有相同的这个能力吗 那日向跟伊士它虽然说用过去这个旧帝国海军的这个航空战舰为命名 但是它由于整体上它飞行甲板短大概短了至少二十几公尺多 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大概它在操作F35B上面来讲 还是以好就是我们讲到的加赫跟它的姐妹舰为主 其实我们也看到像在二战以后 其实美国的这个两栖登陆的这个作战概念有相当大的改变 其实这个概念基本上也大幅影响到了它的盟邦 甚至连它的这个跟它是战略竞争对手也都有这个相同的想法 其实以现在美国跟这个法国我们刚刚讲到这种直升机的这种垂直登陆来说的话 它都通常都会利用到这个战斗直升机 像以这个法国来说 它其实也有这个欧洲所生产的这个虎式战斗直升机 能够进驻到这个西北峰上面 然后在登陆的过程中由这个虎式战斗直升机提供它的这个 登陆用的这个运输直升机一定的这个火力支援 然后让人员进行这个垂降或是激降以后 那这个时候它地面的这个部队或地面的装备 则由我们刚刚讲到的机械登陆艇运送上来以后 它可以让战甲车辆登陆 然后通常我们讲在登陆的时候 这些要直升机机降的这些人员 不会在海滩上进行垂击降 而会在当那个攻势部队扫荡了这个滩头 以及滩头附近的区域以后 会在滩头的略后方 就是在滩其实相对来说会在离这个滩岸线 至少可能一到两公里的地方进行垂降跟这个击降以后 然后当后续的部队上来 那后续的登陆部队带着重装备上来以后 双方在彼此相互结合 然后形成一个攻击的力量向内陆挺进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包含空中的掩护部队 运输部队甚至水面的运输部队 它这些单元都非常重要 所以通常它都需要有一个有船务的这样一个登陆键来进行 也就是可以看出这一次 美国、法国、日本 他们这几个国家所进行的这一次联合登陆演练之中 它主要是针对类似像这个小岛 如果今天这个小岛原先在由这些国家所控制的范围之内 突然之间遭到对方的这样一个势力夺取以后 那这个时候如果法国也来到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协助美国在这个区域的一些作战的话 那这时候彼此之间要如何进行协作 因为其实演习、军事演习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要沟通彼此之间的这个战术、战法 如何运输部队、如何让部队进行这种在战场上的这些移动 这些都要透过不断的这种联合操演才能够消除彼此对彼此之间的不熟悉 因为今天特别像这种地面部队要射入期间的时候 不是说今天你这个把这个战机系统打开 把它登陆以后后面按照指挥去放进以后就搞定了 你有很多是要经过这个士兵的实际的这个层面的运作 你才能够找出它之间这可能会发生问题之所在 所以像这一次美国、日本、法国跟澳大利亚在这个区域里面 他们进行首次的这个两栖登陆协作这样的演练 其实对这样一个区域之中的变化是需要我们去观察跟注意的地方 今天我们的两岸榜物评论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也请屏幕前的各位为我们订阅、点赞跟评论 然后我们下期再会